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锁定老爷说是 今天是2018年11月14日 80年前的今天 也就是1938年11月14日 连接温哥华到西温哥华的大桥 斯门大桥 也就是Linegate的政治通车 经历了80年的风风雨雨 如今斯门大桥 依然是连接西温和温华的唯一桥梁 那么可谓是西温的生命线 我们也经常其实开车走斯门大桥 去西温和华去北门通过那种地方 但是对于这座大桥 Linegate大桥的一些历史 其实你不一定能了解 那么今天我也是偶然看到我的好朋友 小麦克他在高度周刊 一篇专案文章 我才知道是一段 连接西温和华和文华的唯一桥梁的一段历史 好 那今天我给你唯一道来 那么斯门大桥它的总长度是1823米 其实也不长不到2000米 1823米 那么桥高其实挺高的 111米 这个数字挺好记 总长度是1823米 高度111米 你开车的时候 你也感觉到下面的海 深目可测 是因为这个桥高确实比较高 那么十门大桥 其实它是有三座 三车道 它是完全用信号动来控制 大家都知道 当交通繁忙的时候 那么出当桥的道路变成双车道 那么进入当桥的道路 就是一单车道 那么当你通向从北温和西温通向当桥 当你交通比较多的时候 它改成双车道 出当桥的从单车道 完全用信号道来控制 那么目前 你猜猜 每天进出这座桥梁的车流量有多大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看了小麦克这些写的专业才知道 每天通过这座桥的车流量是六万到七万 看来是挺繁忙的 六万到七万这个车流量 对温哥华来说是比较大的车流量 好 我们把镜头再拉回到1890年 为了解决温和华通向西温的交通问题 就有人提出来要许多大桥 在1890年 但是在1927年的公图表明 全民投票 没投稿 文艺有的人说不要建桥 我们不希望西温北温 我们不希望温和华就把人过来 他们保持生态平衡 反正总而言之 公图当中没通过 直到1933年 那时候整个加拿大是大萧桥时期 政府为了缓解压力 也为了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现在决定要投资了 当时也是得到了一个大的建商的承诺 出自兴建成这座大桥 那么石门大桥开工于1937年 1937年它开始动工 那么总投资是600加币 哎呦当初600加币 不晓得数字 但当年600加币就可以做一段建立大桥了 到了1938年年底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完工 但是直到1939年的5月 来加拿大访问的 英国国王乔治六世 肯尼昭治亚六世 和伊丽莎白女王王后 她们在两位亲自主持了大桥的监督仪式 轰动了整国加拿大 当时那座桥 600万加币的座桥 非常先进了 特别是对大桥背后的真正主人 叫金斯家族 吉内斯范米里 哎 他们说是感到莫大的荣耀 因为他们不仅出了钱修了桥 又得到王室的光临 感觉是澎湃深枯了 不过 当时这座桥建完以后 不是免费的 每过一次桥需要交25分钱 25分 咱现在叫25分不要钱 是不是啊 25分 但当初过一次桥 叫两毛五分钱 非常非常大的支出 在当年哈 1955年 这金斯家族 就卖掉了大桥的产权 回归了省政府 那么省政府也意识到了 未来的通往西温这个大桥的 非常重要 于是他也加换了车道 但是还是继续收费 沈若木直到1963年 他免费了那桥 那么从1939年通车 到1963年通着收费 不论是以前的吉尼斯家族 还有省政府也收到了不少钱 好 1963年通着收费之后 直到1975年 现在历史的镜头已经逐渐逐渐拉近了 我们现在的1975年 石门大桥也就拉近这场公换了新的桥面 石门大桥越来越有现代化的气息 到了1986年 那个大桥的从旧的主人吉尼斯家族 为了给温华开世博会 县里出钱给石门大桥安装了整个装饰东 现在我们拍夜景的时候 或者晚上看到了 石门大桥很漂亮的圆固形 拱形的那个装饰东 其实呢就原来的桥的主人金斯家族 捐钱捐出来 为了迎接世博会 这时间很快到了2000年 石门大桥又进行了大桥 又翻新路面 你看75年翻新路面 200年25年以后又翻新路面 并现有车道由3米扩短到3.6米 我们两边的西温车道 很多人都为了跑步 从西温跑步 同兰英格子桥 跑到三立公园 那个两个人行道 也从1.2米托管到2.7米 非常宽了 直到2005年的3月24日 石门大桥被列为加拿大法定的国家估计 哎呀看来是加拿大太年轻了这个国家 1930年建立过桥 70来年 那时候认定了2005年 到现在80年 已经成为历史古迹了 所以说 看来是加拿大是年轻的国家 好 谢谢各位所谓的国家 说什么 那么今天我们大家想想 大家经常去过来 编辑文化到西文化的 第一个大学 石门大桥的历史 正在1989年 我讨论 我讨论 你很想要 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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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